風雪 不好意思妞 ground,看一下 好 好 等一下 我一直聽到很多聲音 不是,我怎麼聽到好像狗叫聲 沒有啊 這邊會有野狗嗎? 怎麼會有那種機器在運轉的聲音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麽 我不知道 小心小心 剛剛聽到的聲音就是從這邊拍車出來的 這會不會是他們的滅火器啊 他會不會 剛剛是真的發出聲音嗎 嗯 不知道 就是那種鐵的聲音那種感覺 可是他們很奇怪 你看他們的貨物都堆在這邊 滅火器就這樣被壓 你有沒有聽到 我不知道 我有聽到聲音 可是我不曉得他到底是先生還是小姐 我也不曉得 莫名傳來的聲響 彷彿是人的話語般 這兒的靈體想傳達什麽樣的訊息給尖兵們呢 曾經的大火 曾經的興盛 曾經的恩恩怨怨 是是非非 仍然殘留在這個空間裡 小心啊 這邊其實 雜草啊 樹藤啊 都已經慘得亂七八糟了 其實啊 你看 你看我們看一下建築物的外面那一邊 一看就知道當初發生了火災啊 那種燒的程度可能已經全毀了 對啊 對啊 所以又加上這邊都是紫類 對 所以一燒起來真的是 不可收拾你知道嗎 也難怪會有人會被燒死在這一邊 不好意思 對不起對不起 這邊好臭喔 那種那種美味好重 而且你看 你看那邊的東西 還滿多的 對啊 還有狗籠啊 這邊 這邊不像辦公室耶 我怎麽覺得好像倉庫喔 這東西已經被搬得亂七八糟了 那個窗戶啦 窗戶怎麼了 好像突然打開了是不是 有嗎 你看 我根本拉 根本拉不動 對啊 都秀掉了 你看他蜘蛛網路 圍得亂七八糟 他進去很多 這邊根本進不去耶 可是你看喔 他這邊 還有以前的電話 辦公室的電話 不好意思請我們看一下 這太重了 搬不起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這種 不知道多久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子的電話機 公司有的 對啊 從來沒看過 對啊 你看他們還有按那個繩位 據附近居民表示 每到夜晚時分 就不時有一次鬼魅的白影 出現在窗邊或陽台上 不知是什麼吸引著這個白影 始終面向著車水馬龍的大陸 地板啊 好像都已經瘋化掉 啊 什麼 那個是他老闆座的位置嗎 是嗎 那個椅子應該是老闆的椅子 我知道啊 剛剛 為什麼會吹那種聲音 是後面嗎 不好意思我們看一下 其實他後面有那個櫃子 你看 他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不好意思 你看他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不好意思借我拿一下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好重 這什麼東西 看他還有這種刀 這要幹嘛的 我不知道耶 會不會是 武術刀 有什麼作用嗎 如果公司好像放這個 有什麼作用嗎 對啊 是早上練拳 練拳練刀用的 是喔 我還以為會不會像人家講的說 找個東西來鎮 那當公司的那種 會影韻會比較好一點 會這種傳說嗎 除了白影外 只要接近這段烏語 就有男男不斷的話語聲 分不清是男是女 分不清是動物還是人類 即刻環繞在身體周遭 綿密的纏繞於身邊 彷彿就如熄滅不了的大夥伴 可是這邊的葉子那麼穩 我們這邊一點風都沒有 它晃得那麼厲害 對啊 我一直聽到那種鐵的那種聲音 摩擦鐵 對… 我一直聽到那個聲音 可是我們剛進來都沒有看到啊 對啊 我們這邊 其實我會看到那個… 小心Peggy 好痛 我覺得他們… 怎麼樣啦 我覺得他們… 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怎麼滾下來 他們可能還是很生氣吧 可是… 當然這場火災 以及他們老闆對他們不負責任 又不是我們造成的 可是他覺得我們進來這裡 他就會覺得可能如果我們也是… 其實你看喔 不好意思喔 這是寫不好意思… 嚇我一跳 是報紙啦 以前是報紙 其實… 其實應該不會留什麼東西吧 對… 我看一下那個箱子是什麼 你小心喔 小心 換一次喔 先我看一下 這是什麼 換一次… 我不知道啊 怎樣啊 會不會是… 這是他們的東西我們不能碰啊 可是這應該是他們放… 文件的地方吧 所以這… 就算是上面的地方 也應該只有老闆才有辦法動啊 可能就是他們… 對他們老闆很生氣 所以說我們碰他老闆的東西 他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老闆回來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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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門整個關起來了 數而關上的儲物門 彷彿是在抗拒尖兵的到訪 是不是冤死其中的魂魄 將尖兵誤認為倉皇逃離的負責人 回到公司 還是往生之際 未受到妥善處理 趁尖兵到訪的機會 向尖兵訴說呢 對…不好意思… 今天那個門不好拉耶 有點…好像秀掉那樣子 不太好拉 嗯… 他剛剛是很快地關起來嗎 對… 因為你在跟我講話當中 他整個這樣關起來 啊… 為什麼我每次只要一聽到那個聲音 就會… 就會有那種很奇怪的現象 雖然我們不要看那個東西好了 對不起… 他是不喜歡我翻啦 可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讓我看看…不要生氣嘛 那是什麼…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橡粉啦 都空的啊 沒有東西… 這應該只是他們的產品啦 沒有什麼… 不好意思喔…讓我們看一下 真的… 我只是想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難啦…其實都已經空了耶 我覺得應該也搬得差不多了 那邊太遠了…我實在那麼大 嗯哼… 對… 那個門… 那個門… 這是哪一個… 那個門… 哪一個呢… 我看看… 看到一個東西怎麼跑過去 什麼東西… 啊… 有聽到那個聲音… 有聽到那個聲音… 什麼東西… 有聽到那個聲音… 這邊… 其實我們剛剛看他… 從外面看他應該還有二樓可以上去對不對 嗯哼… 我們找一下他的路口好了… 好… 好… 那個聲音… 好… 現在是… 不好意思… 小心…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們現在是打擾妳的 可是我們真的只是希望說 能夠在這邊對妳有幫助… 妳知道嗎… 妳不要那麼生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想知道說妳到底在哪裡… 如果真的… 妳… 有需要幫助的話… 麻煩妳… 用另一個方式告訴我們… 嗯… 其實… 唉唷… 他們今天去的這個地方好像… 我看到VCR上面好像有燒焦耶…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看到說其實這是印刷廠… 然後因為都是堆積籍的地方… 嗯… 然後…可能是因為他們的… 因為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那個消防栓嗎… 嗯… 然後這樣子壓住了… 就算… 就算失火了… 那個也拿不出來… 根本來不及救火… 雜物堆積太多了… 對… 已經把一些那種逃生啦… 消防設備都蓋住了… 對啊… 而且… 而且我覺得… 那聽到當地居民講的… 他好像是說是在晚上燒起來的… 那也不是在那邊睡夢中… 然後那些在裡面死掉… 那邊睡夢都被燒死了… 沒錯… 沒錯… 就跟那個… VCR裡面拍到的情況… 就是半夜的時候… 對… 或者是深夜的時候… 天黑了以後才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對… 小羽妳第一次去… 針對這樣子現場的一些這樣子的… 聲響啦… 碰撞啦… 東西掉落下來… 妳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滿陰森的… 嗯… 因為我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子… 或者是跟著朋友去夜遊什麼… 第一次這樣接觸… 我覺得… 他們好像很…很調皮… 很喜歡這樣… 碰碰你呀… 逗逗你呀… 然後… 妳有被碰到嗎… 有… 也是有被受到… 心理因素造成妳有這樣子的感覺… 不曉得… 可是後來真的有… 有很明顯的那種感覺… 可能… 推妳… 或者是那種… 或是… 你們兩個開始有一點攻擊的狀態… 對… 就開始會攻擊小羽… 對… 老師… 在這樣子的搜尋過程當中… 藉由一些碰撞的聲響… 妳有發現一些不尋常的東西嗎… 嗯… 有… 就是… 剛剛在裡面的話… 有… 兩位靈界朋友在裡面出現… 那其實… 我想… 妳是不是覺得… 每一次先發… 好像有一個聲音出現以後… 才開始出現… 有聲響或有東西在動… 對… 都是會先出現一個聲音… 然後再開始會有那種… 東西會動來動去… 什麼叫做聲音出現… 才會有動作… 像有時候… 我們會突然先聽到鐵棍的聲音… 或是聽到有什麼… 探奇聲… 怎麼樣… 然後再開始會那種… 東西會掉下來… 或是說… 像剛剛那種關起來… 才開始會有那些現象發生… 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其實她每一次… 她都在旁邊… 比如說她… 她跟她講… 就比如說… 比如說… 你不要拿我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我要去拿… 旁邊那個人可能跟你講… 喂… 妳不要動我的東西… 反正… 可是妳聽不到啊… 可是妳有聽到那個聲音… 好像有一個聲音… 對… 所以妳還是要去動它的時候… 它就會… 那個聲音接著下來就… 對… 有…妳有沒有看到櫃子那一面… 就是它好像去搜那個東西… 結果它那個很生氣… 就把那個門… 關起來… 對… 所以地方有事先… 警告… 警告一些聲音來警告她了… 她已經告訴她… 可是只是說… 我們可能因為… 沒有辦法聽到她完整… 她到底講什麼… 所以妳只有聽到… 可能她… 在加重音的那個地方… 比如說… 喂… 妳不要動我的東西… 可是那個… 那個聲音… 只是我們聽到的頻率… 是比較低的頻率… 然後而且… 聲音不像我們的聲音… 這個樣子… 我剛剛聽老師講說… 兩個靈界朋友… 對… 那意思是說那邊不止一個… 就是燒死很多… 很多人就對了 應該是燒死… 我這樣看是不止一位… 不過不管怎麼樣… 如果老師剛才說的是成立的… 對方已經一再阻止… 這兩個靈異堅兵… 繼續搜尋… 可是呢… 他們居然造成如此的白目… 對不對… 他們據說後面還有做感應… 到底感應的情況怎麼樣… 趕快來看看… 靈異最顯現的… 白影雙雙… 對… 真相呼之欲出 請不要錯過更精采的節目內容 等一下 真的… 關在這邊是不好的 而且你看… 怎麼了 在這裡 怎麼了…